今天修仙借出了名的仙药狗尾八草 如今却长满街边无人问津 男人抓住两株如是珍宝的捧在手里 丝毫不理会周围人看傻的似的眼光 因为他带着万年前的修仙经验重生了 而万年前的那场仙魔大战 现在的人们已经不修仙 转而修学 也就是说经过万年的修养 所有修仙资源都已经复苏 但却没有人问津了 什么化神经修士都抢夺的玄默胜 如今只要五两白银 还被记录为只能当毒药使用且有距离 重金难求的仙草灵根 如今十五两白银想要通通打包 那这么说 这不就是自己的天下 想拿什么资源拿什么资源 有了这些地灵草 王瑞自信就算是没有其他材料 他也能够将现在的体质改善 丫鬟小禅摸了摸王瑞的额头 少爷你可别吓唬小禅 你在胡说什么 不过王瑞却想起一个问题 问小禅这个东西如今几两银钱 这就是狗尾八草了 满大街都是 连狗都不会吃 根本不要钱 既然如此 那小禅咱们快回家 可就在这时去路被一群人拦想 这不是我那二傻子好哥哥吗 怎么还抱着一堆狗尾八草往家跑 不嫌脏 该不是脑袋真摔坏了吗 简单翻找完记忆后王瑞得知 这个王鹏是自己表弟 两人从小就不对了 我带什么回府还用不着你来管 首先这不是狗尾八草 其次我才是整个王家的正统继承人 王鹏瞬间没憋住想 还首先 他居然给我整个手仙出来 这个不是狗尾八草 你还能告诉我 他是仙草灵要不成 周围街坊邻居见状 你纷纷大响 这个王家大少爷 该不会经历那件事打击太大 脑袋真出问题了吧 我听说他昨晚还去逛青如楼了 滚开 王鹏被这突如其来的眼神吓一跳 不过旋即便道 你还以为你是王家那个大少爷吗 是谁给你的自信 是你怀里的狗尾八草吗 哈哈哈哈 难不成你还想拿这个玩意儿炼丹不成 还真叫你蒙对了 就是炼丹 好啊 那不如我们就打个赌 一个月后就有一场炼丹事大会 敢不敢把你的狗尾八草丹药带过来抵戒 输了的当场学狗叫 正愁没机会找药材呢 王鹏当场答应 围观人都像看傻 这王家大少真坦了 老爹才刚中伤 如今这家产怕事也要守不住了 等回到王府后 王鹏直接就钻进了炼丹房 他这次能转世重生 多半是和他出生就随身带的玉坠有关 以他如今的修为想要炼丹还是有些牵强 不过那又如何 以他一万年的修仙经验 如今只要先将这狗尾八仙草龙链成灵液 就已经够这具身体突破用 修仙资源法觉他如今一样不缺 有这些好的资源你们不修仙却修学 那么就让我来做这方世界的修仙第一人吧 三日后 王鹏第一次推开院门 今夜他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三天依靠狗尾八草龙链的灵液 他已经突破到了炼起七亿房 根据记忆这里有一处鬼市 不知道这方世界还有没有其他的修仙者 按照规矩 王鹏交了三两银子 拿到最低的一个丁四三号牌 可走了半分钟后仍旧没有发现鬼市的影 结果突然这是一阵眩晕的 原来夯道的镜头有一处遮掩阵法 只有持号牌接近的人才会有所改 街边不停售卖各种稀奇玩意 竟然连五岳学府的考题都有 不过王鹏来此的目的 却是为了那一堆黑布拉吉还带毒的人生 当今仙界出了名的仙药玄玉通天参 如今却摆在地摊上只要五两白银 原来这里是一万年后 人们早已遗失了修仙方法 玄玉通天参更是被记录成玄陌参 而且有剧毒不可服用 可当年在修仙界 这可是炼制玄天丹的主要材料 即便是化神和体径大修士都要强 功效是提升修士悟性 而且说它是一月千里都不为过的那种 如今让王鹏三十两白银就全给捡漏了 这里这么多天才必保 和当初修仙界相比说成是灵源够的天堂都不为过 可虽然如此便宜 三十两白银现在已经是王鹏的全部家底 于是他只能走到自己的号码排摊位前 左铃又是一个卖法术秘籍 一个卖丹药的 但在王鹏眼中 这些丹药跟草药揉搓成的团子没区别 算了 旋即王鹏直接坐下 还是让自己给这些人开开眼吧 可哪知王鹏的狗尾巴草灵液刚摆出来 旁边的猴脸面具摊主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是我说兄台 你这瓶瓶罐罐装了些破草药水就敢拿来卖 你好歹学学旁边那位炼制承担 哥们这里有上好的黄阶法术你要不要 拿回去好好提升修为 哥们给你最大优惠 王鹏也不搭理他 继续在自己随身的包裹那番找起来 等王鹏摆好后旁边的猴脸面具摊主突然捂住鼻子 我怎么闻见一股狗尾巴草的味道 你小子卖的绿布拉击的液体该不会就是狗尾巴草之水 旁边摊位一听也凑过来听热闹 我说哥们你这造假假的也太假了吧 就是啊 这颜色怎么和狗尾巴草的颜色争相 兄弟你自信点 秦巴好像去掉 这分明就是 诸位朋友我这可是地灵草药业 擦上一滴内含大量灵气 不仅是修行 战斗十亿可使用 一时之间王鹏就又再次被众人嘲笑是啥 你就演吧兄弟 其实你可以演得再像一点 不过人群中总有那么几个叛逆出来贪玩的世家小姐 棱姐姐你说那地灵草药业是什么东西 真有那么神奇吗 她口中的棱姐姐也未曾听闻过这种东西 不过要真有 肯定价值连城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买几罐回家试试吧 万一是好东西呢 听闻这话王鹏旁边的摊主立马道 怎么可能是好东西 他那要是好东西 那我的就是天灵仙丹了 那是你们不识货鼠目寸光 随后王鹏随便编造出来一个天丹道理 这药业确实是狗尾八草物件 但却是神皇洲的大能天丹道人所作 被我家师所作 后才传授于我 一群人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神皇洲大能那绝对都是厉害的角色 可以听居然真的是狗尾八草链纸 不是来搞笑的吗 这下人群中根本没人敢买 这时宁灵几个人群喊道 给我来十罐 旁边棱姐姐开口 一枚低接零食买你十罐地灵草药业够了 不够 就在这时一只偷喝了王鹏药业的大黄狗 忽然倒下去 黄狗死了 你居然卖有毒的东西 这个女的肯定也是她雇来的狗 有毒的东西谁会一张口买十罐 太歹毒了 一时之间两人被围住 真没想到 刚刚喝了狗尾八草之夜的大黄狗 开始口疑散发灵气 不仅在众怒魁魁之下活了过来 头上还长了颗肉球 看出其中不凡的棱姐姐 直接加价十枚零食 旁边摊主都看傻眼了 棱姐姐 这个价值已经够一枚玄玄戒丹药了 这时狗主人才发现 大黄不仅活了 还突破到了后天四层修为 老爹当初说你有双头神犬血脉 难道这是血脉反足了 一听这话人群纷纷哄抢 老板给我也来试惯 不过王瑞却白白手 不好意思了诸位 这位棱小姐已经抱怨了 没有了 等王瑞走后 很快就有一群人尾随了上来 小子 交出刚刚的十枚零食和狗尾草配合 割几个保证不打断你的狗土 王瑞自认为目前修为敌不过这一群人 但却满脸自信一笑 后面那看热闹的三位 也没必要继续躲着 这时瞬间一个戴狐脸面具的男人出现在墙头 刚刚买灵药的冥冥二人 也从巷子阴影处走不出来 小兄弟 你后面若再制作出药液 我赵家要了 一听是赵家 刚刚还嚣张的那群人瞬间瑟瑟发抖 你赵家出得起了价格 我宁家院多出一辈 王瑞这时眼珠一转 伸手指向刚才嚣张的那群人 你们谁能先帮我做他们一顿 下次我来的时候优先卖给谁 趁乱打斗时 王瑞先溜了 家事玄单子 十天后我会再来 想要的诸位可以到时候过来 听见这话他们知道再追王瑞也没有意 只能等十天之后 回到家后王瑞整理一番 这次收获三种营养 玄天丹虽然制作条件苛刻 但好在这玄域通天深的保存条件不苛刻 自己还有足够时间来提升修为 再去搜寻其他材料 随后又修炼五天的王瑞发现 这具身体还是个修仙体制 已经突破了练起三层 正好达到了练制地灵丹的条件 趁热打铁 是时候去参加那练丹师大会了 曾经长满街边无人问津的仙药狗尾八草 如今却被男人炼制承担后 带去剑丹大会 不仅有无数人抢国 甚至有人愿意 倾尽整个家族的财富来购买单方 王瑞非但没有接受 还将单方撕成了两半 其中一半直接赠送给了宁林家当聘名 原来就在刚刚 王瑞在家将单炼成后 门外就传来小禅的敲门声 是家里的仆义吵着要上个月的月前 先前为了给王瑞重伤的爹治病 如今账面上的钱一点也拿不出来 王瑞这时掏出两枚低品零食 王修武与表弟王鹏出现 王鹏出言便不善嘲讽 二叔静静看着走过的侄子没说话 表哥可别忘记我们的赌约 去丹顶阁呀 结果刚上街就遇见了宁林 被赵浩波送给追求 王瑞记得 自己家之前似乎与宁家有婚约 或许可以借机做文章 不过宁林没有接受 一盒助言丹就拿出来臭钱 是觉得我宁家买不起 还是觉得我长得不够呢 这么垃圾的东西 我随手就能炼制一百克 你这赵少爷的格局也不行 你就是那个要拿狗尾巴草炼丹的傻子 今日就有建丹大会 可敢与我一同前往 有何不敢 不过输了的没有一点彩头怎么行 就赌一千克下品零食怎么样 有何不敢 别说一千克 就是一万克我赵家也拿得起 这点赌注可不够 输的人还要当场叫爸爸 王瑞直接答应 郑筹没钱 这送钱的大冤种就来了 这时街道上已经有许多围观的吃瓜群众 一千克零食那王家鼎盛十七 或许还拿得出 听说现在连工人的月钱都发不起了 那丹顶楼举办的建丹大会 可不是闹着我 到时候一堆丹道大师在 想作弊都难 王瑞看着这群无知的人呵呵一笑 就让我给这个世界的丹道 一点小小的震撼吧 等到了丹顶阁后 早已经圆满为患 王瑞的二叔与表弟也已经到了 自己丢人还不够 还想把整个王家拉下水 显然是已经知道 他与赵家公子的赌约了 二叔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儿子吧 我们一防的事就不需要你多操心了 王瑞武器的一掌拍碎桌面 混账话 你可知道你与那赵家公子的差距 你与彭儿平时闹着玩也就算了我不多 可这次涉及到赵家与王家 那赌约等于直接输了 你丢的不是你一个人的面子 是我们整个王家的声誉 二叔为何就觉得我一定会输呢 二叔突然恨铁不成钢道 你真是没救了 就算你父亲醒了也要被你气死过去 这时随着丹顶阁阁主要无极到场 建丹大会正式开始 第一个出场的乃是玄机炼丹师 梦荣炼制的选品丹药咫尺 不仅比以往丹药的药效更扯 让人速度极快 达到咫尺天涯的效果 后续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也更小 丹药一出 瞬间一股精纯的药力外放 引得众人欢呼 此时坐在房间中的梦荣满脸得意 梦大师你炼的丹药好棒啊 那是自然 除了丹药我还有更棒的东西要给你看看 此时赵家的家主赵元也已经到了 不仅一会请丹顶阁大师做见证的事 还请你为儿子做主 放心 此时你无需担心 不过以后这种儿戏的赌约 你不要再在上面浪费时间精力 此时王瑞看着要无极手中的那枚纸纸袋 主材料是千年雷基松的树心 却被炼制者弃其精华取其糟婆 简直是暴殿天物 就这破玩意也配称作丹药 这时房间的门被打开 是谁敢质疑我的炼制技术 你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 妄言要拿狗尾八草炼丹的王瑞吧 看来是时候让你长一长记性了 王瑞 还不赶紧给孟大师道歉 呵呵 我到哪门子的歉 好东西被炼成了垃圾 他根本就不懂炼丹 诸位稍安勿躁 这时要无极的声音在高台响起 老夫刚听闻了一则十分有趣的赌约 便是拿狗尾八草炼丹 老夫自十八岁炼出第一炉黄品丹药 如今钻研丹道也有几十载 都不曾听闻 今天诸位都在场 不如就由我丹顶格做个见证 狗尾八草怎么可能炼丹 那玩意遍地都是 药能炼丹那部早成宝贝了 老夫再次以丹顶格生育保证 接下来燕丹环节绝对公平公正 还请王少爷试丹 小禅将这盒丹药拿上去 随后小禅便拿着丹药朝着药无极走去 众人看见小禅后都纷纷赞叹 这王家少爷的贴身丫鬟倒是不错 可惜一会都要拿来抵战 孟容这时呵呵一笑 小子 就让我亲自来戳破你的谎言吧 随后上前对着药无极拱拢手 喊了句师尊 让我来吧 药无极在交出丹药盒子时嘱咐的 赵家可是我们丹顶格的大佐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吧 徒儿知晓 谁知下一刻孟容刚将丹药盒打开 直接便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就说这狗尾巴草不可能炼成丹药 连孟大师都被逗笑了 我倒是有点感兴趣了 这得多搞笑才能让孟大师笑成那样 浩波 你看见了吗 那只不过是一只跳梁小丑吧 以今后可是要明动整个五月郡 乃至火凤国的人 切记眼界要放大 是父亲 孩儿铭记 此时坐在另一侧的宁家主 也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王修文啊王修文 你是怎么教的孩子 你这个臭丫头 自家未婚夫都在这丢脸了 还好意思笑 那这未婚夫不是爹爹为我选吗 此时棱姐姐看向孟大师的方向 这丹药盒子里的气息怎么有点熟悉 结果让孟容向大家展示时 就是一颗绿布拉底 似乎还夹杂着不少杂志的草药团 下方立马哄堂大笑 就这还丹药呢 我怎么看上去像炼丹炼出来的渣子呢 三岁小孩都知道狗尾八草炼不了丹 真不知道你们在这期待什么 孟容却在这时开口 让诸位莫着急 这丹药看上去卖相确实不好 但或许那有玄傲呢 众所周知狗尾八草遍地都是 这也是因为其本身对炼丹没有任何价值有关 但若是我们王瑞少爷能改变这一气 那岂不是人族之福 所以接下来在药无极大师的见证下 就让我来亲自为大家鉴定这没丹药的功效吧 正经修仙借出了名的仙药狗尾八草 如今却长满街边无人问津 此时王瑞不仅将其炼制成了仙丹 还带去了剑丹大会被无数家族抢弃 可是就在刚刚 孟容炼药是为了讨好赵家 故意鉴定王瑞的丹药并非纯粹狗尾八草炼制 不仅掺杂许多味草药 而且药效只达到黄品 且服用后只会恢复少量玄力 并无其他用处 所有人对此也是坚信不已 狗尾八草怎么可能炼制成丹药 那玩意就是烂大街的杂草 哄三岁小孩可能都不会醒 可是就在刚刚孟容释放旋律检测时 药无极英离的近的缘故 发现此丹药散发出的药力非同寻常 并且从这股气息判断 绝对是只有一位狗尾八草主材料无疑 不过不知实情的王瑞二叔听闻孟容的话后 就已经坐不住 王瑞你给我起来去给那赵家公子道歉 你终究还是我王家一房继承人 想必若是现在主动认输的话 那赵家主会卖我这个面子 王瑞一脸不屑并未有起身的意思 二叔就觉得我一定会输吗 二叔这时也忍不住 你是大白天做春秋大梦做什么 狗尾八草要能炼成丹药 那他还配叫烂大街的杂草吗 小禅这时也站出来说话 虽然你说的有道理 但我还是支持少爷一定会赢的 你小丫头根本不懂 他刚刚得罪了选品的梦药师 那赵家又是丹顶格大主 如今真假已经不是你能决定的 小禅放宽心 他们在少爷眼中也不过一群跳梁小丑 说我们是小丑 王瑞你做好叫爸爸的准备了吗 我可是已经息耳恭听了 赵兄 小孩子之间的打闹何必上当上限 如今我赞待王家家主一位 改日王某定携带众里登门拜访 此时您家主也开口 赵家主 我看王家主说的挺好 不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改日我请你喝了那罐珍藏的好酒 如此说来 好男儿一诺千斤就不做数了 难道你王家少爷不是 这时赵浩波满脸得意 王瑞 这一生爸爸你是躲不过的 躲不躲得过不是你说的算 如果我说我这里有这没丹药的丹方呢 听闻此话 要无极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一拳轰向梦容 猎徒学艺不惊 刚才经过我的仔细甄别 这丹药是真的 确实只有狗尾巴草一味材料 不是吧 这种事情居然还有反准 这丹顶格什么情况 自己打自己脸 赵浩波慌忙转头 父亲 怎么会这样 要无极这家伙老奸巨华 难道说这丹方是真的 丹顶格格主给出的鉴定结果 这赌约不用想是我赢了吧 赵家主之前说的好男儿一诺千斤 这回该赵少爷兑现承诺了吧 赵家主怒急拍而起 放肆 你一个小辈这里哪里轮到你说话 浩波我们走 这时宁风开口 赵源 你可别一老卖老 还是说你的儿子不是 怎么了赵家主 这是想赖账了吗 赵家主还请履行赌约 赌约是小 赵家信誉是大 还请赵家主莫要自误了 浩波与你的赌约是一千下平时 这是两千 至于那生玩笑 自己上赵府来去吧 对于丢过来的临时 王瑞没有犹豫先收下 赵家主放心 我王瑞日后定会亲自上门 让这城内再无赵家 事了后要无极笑秘秘上前恭敬的 不知道王少爷那单方可否卖给老夫 想必王少爷也知道这怀必其罪的道路 王少爷若要卖 老夫愿拿出毕生积蓄 丹顶格格主竟然愿意为了一张单方如此 看来这张单方是真的了 不过王瑞却呵呵一笑 这老家伙还真会恩威病师 开口道 岳父大人可在 这时宁峰挥了挥手 哈哈哈哈 贤虚我自然在 不料下一秒 王瑞竟然当着众人面 将单方撕扯成两半 一半作为酬谢地点的宁峰 另一半到时候会和聘礼一起送过去 好贤虚 晚上上我宁府喝酒 宁灵听完小脸立马鼓成包子 棱姐姐则有些疑惑地拿出夜市 买了狗尾巴草之叶 这味道好像有一点熟悉 等到夜晚后 王瑞如约来到宁府 多谢白天宁叔叔丹顶和姐妹 小旭先干了 这是哪里的话 不过你小子确实让我惊讶 这时宁灵掐腰走来 明天娘就回来了 看到你烂醉如泥 呵呵 等着挨收拾 小丫头怎么胡言乱语 你爹我什么时候会叛你呢 没事的闲虚 敞开肚皮喝 一会我亲自送你回去 王瑞也不是不懂看眼色的人 宁叔叔我确实不能再多喝 凡事都有度 不错 那个王瑞啊 你和我家丫头 还是第一次见面吧 叔叔肚子突然有一点不舒 你们俩先聊一会儿 待会叔叔回来送你 等将王瑞送回王府后 站在王府门口的宁峰 身上突然爆发出 一丝紫府境的气势 王瑞是我宁家的女婿 那张丹芳自然也是我宁家的 那些若敢打我女婿 或者丹芳主义 就先洗干净脖子等我吧 话音刚落 宁峰就见过如飞冲向一旁草 仅仅一个呼吸间 那先天境的阴山老鬼 就瞬间暴毙 煞时间周围传来一阵 嘻嘻嘻嘻嘻的离开声 那可是先天境的强者 阴山老鬼 竟然不是宁峰的义和之敌 怎么可能 诺飞这小小南岳城 要出两位子府境 此时宁峰站在高处 望着王府内 王兄啊王兄 你家的那小子 似乎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啊 这边王瑞才刚一进门 就遇见了一改常态 且等候多时的二叔 想知道你爹的秘密 跟我来吧 正经勾心斗角的二叔 没想到却是那个 为王家忍辱负重的人 就在刚刚王瑞从宁府回来后 二叔就一直守在门口 准备告诉王瑞 这一切事情的真相 很快两人来到一扇大门前 好大侄 你要有心理准备 知道一切的真相 原来早在两个月前 王瑞的父亲就已经去世了 为了不把此事伸张 二叔就接替了代家主的位置 为了给兄长续命 更是花光了府内所有积蓄 这两个月内 他二叔的所作所为 也皆是兄长主货 两个月前 王瑞父亲重伤回来 留了一封信和一卷染血的羊皮卷 王瑞无二 当你打开这封信时 想必我已经不在人世 几月前 为父与家族那几位强者 外出运货时 无意间得到了一件宝贝 但也因此引来了 莫名强者的追杀 带出去的强者都死了 唯有我侥幸逃出生天 可宝贝也被夺了 我是我们王家 唯一的先天境修士 我不能死 起码我在外人面前不能死 所以我便安排 修武演了这一切 希望你莫要记恨你二叔 至于那卷羊皮卷 是当初与宝贝一起的物件 被我偷偷藏了下来 据我推测 那是一位通拳 竟强者陨落后动作的录影 王瑞读完信的内容后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临终前的最后布局 都全是为了孩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这一切不是王修无所 那会是谁呢 一日一大早 就听见院外有吵闹声 原来是王家大堂内来的许多人 王家主 之前就和你说过了 我锦绣商行 愿意出一百枚上品 临时买断的丹方 早就听闻锦绣商行 扣扣嗖嗖嗖 一百枚临时也好意思出来显然 我出两百枚 你们也太小家子气了 我出五百枚 王修五摇了摇头 这张丹方的价值不可估量 岂是你们区区临时就能买断的 就在这时天空中 传来要无极的声音 王家主想要什么就尽管听 我丹顶格别的不敢说 就是钱多 要格主只提钱就太俘了 且不说这张丹方的价值 绝非金钱可衡量 就是售卖权还得家兄说的算 这时要无极上前两步凑近说道 王家主 别的不敢说 但要论炼丹救人 我丹顶格在这南岳城也绝对是扛把 不过此处人多眼杂 我们换个地方 这时王瑞从人群挤了进来 要格主 家父的身体就不劳您操心了 还有这丹方唯一许做给您家的聘用 想要还请自己去您家 哈哈 好一个英雄出少年 老夫就不久留了 不过临走前又转身对着王修五摆 先前我说过的话依旧有效 你想清楚了随时可以来丹顶格找我 一时之间人群顿时议论纷纷 看这情况丹顶格是在拉拢王修五 听说王家一房和二房争斗已久 说不定这回真的要变天了 诸位 今日的事就到此为止 随后变下了竹客令 那一房的背后还有您家 这回王家有的闹道 等人都走完后 王瑞说自己想去库房看看 看能不能简陋些这个时代人不适合的大伙 王修五直接抛出钥匙 你自己去吧 若有什么需要的再随时来找我 丝毫没有外人眼中所说的不合 马上就是五月学院的招生大老 你准备准备 如今的南岳城里更是暗流勇度 你要多加小心 至于那赵家和丹顶格 我处理就好 你就别多虑了 多谢二叔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随后在库房兜兜转转一圈的明天 又回到了炼丹房 也寻到了几位众议的材料 没想到在王家库房里 还有一株天火草 天火草是炼制凝神丹的主材料 正好淬炼这具身体的神魂 不过这凝神丹的炼制难度可不小 对于这个世界的炼丹体系而言 起码是选品丹药 需要先天强者才能炼制 不过对于我这个修仙者来说 挥手可得 与此同时 赵元来到丹顶格找到要无几 要格主 昨天的是我需要一个解释 即便那地灵丹是真的 但它也可以是假的 赵元你根本不懂 那可不仅仅是一枚地灵丹那么简单 那关联的可是万年前那座辉煌至极的世界 当今长满街边无人问津的狗尾巴草之水 如今被一只流浪猫舔事后 随后竟然成了后天一层的猫腰 意识剑影的人们纷纷上前抢着购买 就在刚刚要无几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不过他看中的不是狗尾巴草 而是这颗丹药背后 连着万年前那座辉煌至极的世界 此时还不知晓这一切的王瑞 正在丹药房炼制宁神丹 可惜只炼制出三枚 不过也已经够用了 这个一届终究还是武力为尊 比以往要多几倍 等王瑞找到自己原先的摊位后 顿时傻眼了 原本旁边卖丹药的和卖书的 现在全都改成卖狗尾巴草质了 自己的地灵草质这么快就被抄袭了吗 不过王瑞丝毫不慌 等丹药摆好后 直接大棋一开 你们只能模仿哥 但始终无法快歌一步 不是吧哥们 你这么哗众取宠谁信呢 王瑞却是不慌不忙地拿出一瓶地灵草质液 直接倒在了地上 这是一只流浪小野猫被吸引过来 结果刚舔了两口 就浑身抽出来 不是哥们 你这丹药有毒吧 结果下一秒小野猫直接呈腰 进阶后添一层 众人一看着效果 那根本不需要质疑了 这位摊主的丹药真是文索瑞 不知售价多少 王瑞却是摆了白手 不卖 家师曾有主托 只换材料 这时人群中突然传来惊呼 让开一条道 赵家大少爷来了 赵浩波直接开门见山 一个卖狗尾巴草制 一个卖狗尾巴草蛋 说吧 你和那王瑞什么关系 我听说赵大少前不久 刚输了鲁约还认了的爹 这是找爹来了吗 听见这话赵浩波瞬间怒了 赵家 给我将其拿下 我怀疑他卖的丹药有毒 结果赵家刚出手 就感觉自己喉咙被什么卡住了一样 接着就口吐白沫中毒倒地 吓得旁边摊主都后退两步 有毒 这还真有毒啊 赵浩波也被吓得赶紧捂住口 赵少爷要走 是不准备要解药了吗 你究竟是什么人 想怎么样 隋家师玄丹紫云游至此 祖师乃神皇洲大能天丹道人 路过百摊而已 至于你说的那王瑞 不认识 也不了解 能让赵甲一瞬间失去意识 又给解了毒 证明赵甲的实力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 赵甲有后天七重 王瑞不可能有这手段 随即掏出怀中灵石 晚辈刚才多有得罪 这有些灵石孝景 不知能否请前辈帮一个忙 晚辈家中有炼丹材料无数 晚辈能力范围之内 前辈仅可取之 只请前辈能帮炼制几颗丹药 来应付那五月大考 王瑞一听 这是好事啊 送上门来的材料肯定要了 走吧 带我去看看 等去赵家炼完丹后 王瑞翻墙回到王府 结果刚一落地就遭到了偷袭 绿色飓风中随后又探出一只仙仙玉神 王瑞瞬间将其抓住 怎么是你 深更半夜的你怎么会在王府 明灵不回答再次出所 有点东西 倒不像别人说的那么不堪 再来 看着飞来的火缝 王瑞只能跨步蓄力一整 两股能量瞬间在两人之间炸开 宁小姐深更半夜潜入王府偷袭未婚夫 不知道该做何解释啊 潜入 我可是郑大光明从大门进来 倒是你 进自己家还要翻墙 究竟是干什么去了 少爷不好吧 这是一直守在院墙边等着的小禅 听见声音跑过来 宁小姐是和宁家主一起来的 不过现在正和那个坏代价主在主厅喝酒了 让你一起去 我根据少爷的吩咐回绝了 没事的小禅 这次我们一起去看看 有点意思 刚刚我的那一击就算平常后天五层休旋者都很难接下 他居然轻易化解了 等王瑞来到主厅后 发现二叔与宁家主政推杯换着 十分熟悉 根本就不像外人传的宁家知识王家一方 二叔你与宁家主难道早就认识了 是啊 那会我俩小的时候都是大哥身后的根皮处 我记得那会的宁峰还穿个开裆裤呢 你小子说我 难道你就不是 话说你刚从外边进来没遇见明灵的丫头吗 当然遇到了 看两人不是一同进来 宁峰就猜测到了什么 那丫头脾气随他妈 清了 你们有空多多相处就会好吗 毕竟早晚要成婚的吗 恰好这些话都被刚到门口的命令听见 又说我坏话 爹你该回家了 急什么 难得出来饮一次酒 娘可是给你规定好了害时要是还没回家 下个月的零用减半 宁峰一听快速站起 走回家 王瑞 明天的五月学院大笔你准备好了吗 此刻的赵浩波正在夹手的丹炉 有了这几颗丹药 我大笔定能拿下第一 正经寻常人爬十阶就会摔倒的台阶 男人却轻轻松松爬过了六十层 因为这是五月大笔的考核 登上台阶的人才能获取报名资格 相反失败的人则直接被淘汰 王瑞一眼认出 这不过是在台阶上加了个普通阵队 对于他来说完全是小问题 这时赵浩波走来 都让开 赵少爷来了 赵浩波先是有些吃惊的来到王瑞面前 王少爷不知道这是五月学院的大笔吗 只有后天三层修为也敢来参加 哈哈哈哈 还是让本大爷给你们开开眼 什么才使着南岳城的天骄吧 结果赵浩波一脚踏上去 身上传来的压力让他大惊 怎么刚走上来压力就这么大 和情报里说的不一样了 通过测试官的解释大家才知道 今天的测试和以往不同 多加了像根基测评 根基劳得或许后天二层就能过关 但根基不劳者 就算后天五层也极有可能失败 这时有人惊呼到你们看 赵少爷过关了 不愧是我们年轻一代第一人 轻轻松松救过了三十阶 这时赵浩波对着下方的命令灰神 灵灵我在上面等你啊 可赵浩波心里也明白 三十阶还不足以表现自己 但如今他已经到极限了 于是趁着众人不注意 偷偷塞了颗弹药袋口袋 结果走上了六十阶 在踏向第六十一阶时 突然重心不稳被甩飞了出去 可即便如此也为上来一群人攻击 赵公子十乃人中之龙 此次五月大笔的魁首 看来非赵公子莫属 监考官这时也说道 你很不错 入院后可以入我火院修行 赵浩波满脸得意贪向命令 您姑娘也是来参加选拔的吧 不是哦 我是来给我未婚夫加油的 王瑞一愣 不知道这小女子 今天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赵浩波则被气得满脸痛苦 居然当着自己面秀恩爱 你这个后天三层的菜鸡 我估计你一层都爬不了 就要掉下来 哈哈哈哈 赵少爷说的对 你就别上去丢我们南岳城的脸了 怎么了王瑞 只敢躲在女人身后 不敢上去了吗 王瑞哥哥加油哦 让他们看看我选老公的眼光有多好 这句话差点让赵浩波被暴击 怎么回事 之前不是传言宁灵很讨厌王瑞的吗 王瑞这时上前一步 好啊 不过我上去之前再打个赌如何 如果我登的台阶比你多 你就当面喊我生爸爸 反之我们之前的账都一笔勾销 我还倒喊你一句爸爸如何 被王瑞坑过两次 赵浩波早就长记性了 虽然看起来很划算 但也不敢答应 怎么了赵大少 当着宁小姐的面你不会不敢 区区后天三层的废材 我有什么不敢 这赌约我接下来 呵呵 跟我比根基 你那区区后天三层的根基 一定是稀烂无比 一会看你怎么在宁灵面前下得来 王瑞一脚踏上去后 一阵压力传来 不过并没有那么强 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 这台阶会检测灵力的强度 对不同修为的人 释放的压力也会不一样 这时有人惊呼你们看 王瑞他怎么那么轻松救过三十层了 王瑞此时感觉和寻常爬楼梯没有区别 自己练起三层的修为 对应这个世界的后天三层 无疑是浩月与萤火的差距 此时宁灵也没想到明天这么巧 你的身上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监考官也被王瑞轻松的神态吓到 看这架势他是要走通关啊 自选拔以来还没人通关过 不可能 他才后天三层修为 这绝对不可能 此时王瑞已经登上了第61层 虽然从现在开始已经感受到 稍微有那么一点压力 但是一直走到底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这时王瑞突然想起 忘了问通关奖励了 我们这登街只是寻常的入门测试 并未设奖励 王瑞一愣 这么抠门的吗 居然没奖励 没奖励那还非那进走毛线 赢了不就好了 监考官一愣 他竟然不走了 就算没有奖励那也是能震惊整个南越场的呀 这名头还不够吗 来吧好大人 该对线赌约了 作弊 你一定是作弊了 赵少爷竟然输了 你们说他会叫吗 这叫不叫都下不来台了 肯定不叫啊 赵大少之前就赖过一次赌约了 你们都给我闭嘴 这时赵浩波被气得又全猛然蓄力 作弊的小人 区区后天三层怎么可能赢我 现在就让我来揭穿你虚伪的面具 结果拳头还没接触到王瑞 突然出现了一只大手击中了赵浩波 直接就将其案趴在了地上 五月学院的考核场地也感动了 你这是在质疑我这个监考官吗 看到出手后宁灵一愣 旋力离体且如此雄厚 这实力最少也是先天中期 在南岳城已经足够成为一家之主 在五月学院居然才是一名执事 看来这五月学院有点名堂 赵浩波 这回该履行赌约了吧 你休要成口舌 我赵浩波不服 结果拳头还没落下 又被监考官来了一巴掌 就在巴掌即将落下时 却突然飞来一把剑 赵浩波惊喜地探向上空 爹你终于来了 此时赵元凌空而立 并且旋力欲见 旋力欲物 赵元你果然已达子府境 这时赵元怒斥道 边心火 这南岳城还轮不到 你五月学府的人来撒野 你儿子三番五次考核场地动物 若不是看你面子 他早就是一贪烂你了 这时赵浩波突然想起王瑞的事情 又开始告状道 爹你别听他胡说 王瑞一定是作弊了 不然怎么可能走到六十一层 却不料这次换来的是赵元的一巴掌 蠢货 愿赌服输 还嫌给我们赵家丢的人不够吗 看来赵家主还是很公道的 那就喊吧 王瑞你给我等着 爸爸 等到夜晚 赵元再次来到丹顶波 赵家主 之前的事看来你是已经考虑好了 好 我答应你 经经修仙界的修炼天才 如今重生在一万年后 却只能吃狗尾巴草提升修为 不过很快王瑞就迎来了练习四层的突破 原来这些狗尾巴草在一万年前被称作地灵草 内含灵气是修仙的极品营养 有了如此修为 吊打这方世界的修选者后天七八层应该不成问题 此刻的南岳城外已经摆好擂台 周围人山人海都是来参赛的 监考官宣布 获胜直接晋级下一轮 失败淘汰出局 唯有五连胜者才可以进入最终的五月学院大笔考核 你们刚才有看清明家小姐出手了吗 我都没看清那人就飞出去了 下一场由冯锋对阵赵浩波 面对赵浩波冯锋选择直接认输 这随机匹配机制太惨了 不知道那后天三层的王瑞会不会对上赵家少爷 你想什么呢 就他们修为孤技直接淘汰了 这时间考官宣布 下一场王瑞对战王鹏 堂哥 虽然你是后天三层 但我可不会手软 面对王鹏挥来的拳头 王瑞不躲不闪 右掌蓄满了蓝色灵力 结果随手的一巴掌 王鹏就接不住摔飞了出去 看热闹的众人都摸不清楚情况 这怎么回事 王瑞有这么厉害吗 后天四层修为的王鹏这么简单就被拍飞出去 还是说他们王家故意让王鹏输掉晋级的 不可能 王瑞不可能有这种实力 肯定是王家故意的 此时类台上对战三个时辰过后 监考官过来宣布道 现在五连圣祖剩下共十人 分别是赵浩波凝联王瑞等人 下面进行两两对决 第一次赵浩波就抽中了王瑞 台下人纷纷都来了兴致 赵家少爷的实力可是实打实的咱南越城第一人 这下那王瑞要被打惨了 估计连喊投降的机会都不会有 王瑞 心仇旧恨一起算 这下没人能救你了吧 下时间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带着进风袭来 结果赵浩波这自信满满的一拳 却被王瑞一只手牢牢抓住了 赵浩波瞬间冷汗直冒 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境界 你不是王瑞 怎么和长辈说话呢 没大没小的 王瑞反手就是一巴掌 昨天是怎么叫爸爸的 今天就忘记了吗 滚开 你到底是谁 赵浩波正脱开王瑞后赶紧后退拉开距离 从怀中摸出一瓶丹药打开后叫嚣道 我不管你是谁 但今天你都不可能会是我的对手 王瑞看着那丹药瓶子忽然有一点熟悉 这不自己前段时间卖的那丹药吗 命令的脸上闪过一抹担忧 不对劲 这赵浩波已经突破后天八层了 刚刚他服用的究竟是什么丹药 竟然能让人突破一层 王瑞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台下的小蝉这时也紧张得大喊 少爷小心啊 结果第一拳赵浩波落空了 王瑞也测试出了这个世界休闲者与休闲者的插角 简直是简陋至极 自己才用炼器四层的修为 就将后天八层压制的死死 只知道东躲西藏了王瑞 给我死 结果被王瑞反手一巴掌抽出了联系 下次脸别贴这么紧 我劝你还是赶紧去找个坑墩好吧 结果下一秒赵浩波肚子就传来咕噜噜响声 胃力翻江倒海 衣服后面不断开始冒起 王瑞你给我等着 我们下次再等 这时间考官宣布王瑞获胜 台下人都是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王瑞竟然赢了 我看见好像是那赵家少爷主动下去 我看他裤装有点变色 闻着还一股胃 该不会是窜息了吧 咦 你快别说了 我好像闻着胃了 王瑞咱们找个地方打一架 你想对我家少爷干吗 呦 小丫头还吃醋呢 可你家少爷马上就要娶我了 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此时要无极和赵元站在房顶 刚刚你也看见了吧 王瑞使用的那股力量并非旋力 但却远胜于旋力 而呢 就是灵力 灵力 赵元大惊 当初他来火凤国时 就听家族中长辈们提到 这天地间并非修悬一条道路 有古籍记载 万年前的修行者们修行的并非旋力 而是灵力 他们被称为修仙者 不错 再加上王瑞拿出的那枚地灵丹 几乎可以确定 当初他父亲王修文 发现的就是一座万年前修饰的古墓 只要我们占据了这座古墓的资源 到时炼丹资源归武 修炼资源归你 甚至我们可以改变乃至主宰世界 不过要赶在他进入五月学院前动手 那宁峰已是子府计 你有办法 放心 此时大比完后 王瑞已经回到自家炼丹房 太久没炼制过赔源丹了 有些生疏 一炉才炼制出三颗 不过勉强够用 先前为了自保一股作气 突破了炼七六层 虽然根基比起这个世界的修选者雄厚不少 但还远未达到极限 巩固三日后王瑞打开房门 发现小禅坐在自己门口睡着了 少爷你可千万别误会 我没有偷看的 就是昨天带家主让我过来喊你有事 我看你还在修炼 本来想等一会 结果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王瑞一愣 都是昨天的事了呀 想必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不过这府里怎么突然多出这么多红灯了 好大侄子你终于出关了 就在昨天我和宁家主和大了 已经把你和宁家那丫头结婚的日子定下 什么 结婚 什么时候 不着急 就在七天后 不过现在还剩六天了 王瑞尴尬一笑 自己修炼这么多年还没体验过结婚了 那就劳烦二叔了 这时王修武转身道 你且随我来 带你去的地方 随后王修武带着王瑞来到了王家的高塔房堂上 哲儿你可知道这是何处 王瑞有些疑惑 这不是咱王家的藏金阁吗 也是这南岳城最高的地方 不错 是我王家最高 也是这南岳城最高的地方 数百年前我们王家先辈突破 先天境在这南岳城建立了王家 后又一百五十余年前 我们王家出现第一位子府境强者 也就是你父亲和我的祖爷爷 当时我王家一跃成为了这南岳城第一大家族 建造了这座高楼 可惜如今你父亲身亡后 我迟迟突破不达先天境 本以为我王家至此要没落下去 但最近你身上发生的事 让我感觉到既震惊又陌生 你到底是谁 哈哈二叔 我是王瑞啊 你的侄儿 小时候我还扒过王鹏裤子吗 他右边钉上有颗大黑纸 这时王瑞又岔开话题 对了 堂地过了吗 三胜两负 侥幸过了五岳学府的考核 二叔你放心 有我在 他不仅会是这南岳城最高楼 还会更高 经南岳城公认的第一废财 不仅迎娶第一美人当老婆 还附赠绝美的陪嫁丫鬟 为此子辅进的丈母娘更是亲自压阵 时间过得真快 一眨眼我们小林都要嫁人了 好了月姐姐 都说了是假结婚了 要不是为了让母亲家族里的那群橡皮糖别来粘住 我才不会同意呢 你当真就对我们这位姑爷一点不感兴趣 我看怎么不像呢 才不会呢 他不过就是一个穷乡屁养的臭小子 嘴上这么说 不过宁玲看向王瑞背影时心里又有感觉 他好像和其他人有一点不一样 哪不一样却又说不上来 此刻二叔与宁家主还没整到两菜就又开始喝上了 宁家主听说令夫人出关 金哥你是不敢喝大了吧 没事没事 灵儿大喜日子她管不着我 令夫人威名如雷贯儿 我听说是出身中月城苏家 不知现在何处 不打紧 她刚出关还在巩固修为 一时半刻变道 这时不少人开始送来贺礼 有个大商会的 也有个大家族的 恭贺王家与宁家喜结连礼 这真是我南月城天大的喜事啊 不多时送来的礼物便堆积如山 不过王瑞是个名眼 一眼便看得出这些宾客 大多数都是奔着宁家来的 不然以王家现在的处境 不被各大家族瓜分就不错 谁还送礼 这时突然小四喊道 丹顶格要无极格主 全场突然寂静无声 都知道要无极与王家的事 这时候还来送贺礼 多半是奔着王家那时来的 宁风虽然不欢迎要无极 但表面客气还是要有的 为恭贺两家之喜 老夫亲自炼制了宁神丹 随着要无极抬手一挥 一瓶丹药显现 王瑞看了过去 这个老狐狸葫芦里肯定没装好药 莫不是对地灵草的丹方还念念不忘 这时要无极走过来道 王少爷当真后生可畏 老夫这些天也尝试着用狗尾巴草炼丹 可却一如未成功 还希望日后王少能指点老夫一二 要格主谬赞了 我也只不过是照着丹方炼药而已 此时要无极的身上散发着杀气 就让你再多得死一会 很快这地灵丹的丹方就是我了 没多一会 宴会上的宾客全都变得醉醺醺了起来 王修武与宁峰也迷迷糊糊的 这时要无极朝着房顶处喊道 赵家主出来吧 下时间戴着面具的赵源翻墙而入 真不愧是子府进的炼药大师 竟然能如此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迷晕了这么多人 现在不是公围的时候 咱们按计划行事吧 我拦住宁峰 你去绑了王瑞 他身上可藏着不少秘密 赵源点了点头 放心吧 事不宜迟 动手 此时王瑞坐在婚房 正准备体验一把洞房花热 就在手即将要摸到红盖头时 屋外突然火光一闪 怎么回事 这王家为什么还隐藏了一名子府警 你究竟是谁 要无极 别管他是谁了 你先缠住 我去绑了王瑞那小子 见状王瑞赶紧将宁灵按打 小心 结果赵源还没到跟铁 就被一股力道击飞了出去 赵源 动我的人 你胆子不小 此刻屋外烟尘散去后 事情有些棘手了 这时两人也不得不改变策略 赵源开口道 你多擅长担当 还是我来拦住他 你去绑走王瑞 王瑞大惊 这两人果然都是冲自己来 这时赵源冲上去与苏晴交战 一招过后 轰击声瞬间音爆炸开 这边要无极趁机也用出招式幽名鬼爪 整个场地瞬间覆盖满毒物 王瑞简单释放了点灵力 便将这些毒物禁术隔绝了 并不是王瑞强 而是这些毒在王瑞 看来未免也太低级了点 反观药无极还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先天境的强者中了这毒也得昏迷 他王瑞不过后天境 怎么能安然无恙 你慢慢想把傻缺 我先溜了 在老夫子府镜面前 你认为你逃得掉吗 苏晴这边也看出不好 用力一掌击退赵源 王瑞这要是被药无极追上 自己离得远可就分身法朔 随后全力冲向药无极 药无极本就不擅长武方 这一掌更是根本来不及反 就被拍飞了出去 好在这时赵源已经折返回来 你继续去追王瑞 这里交给我 此时王瑞已经逃至城外的一处密林之中 左右看了看 这地方风水阴寒 倒是一处杀人宝地 随即抓出一把丹药 按照乾坤砍离的方位抛飞了出去 刚抛完药无极就追了上来 没想到你区区一个后天境的小子 竟然这么能跑 看来你身上的秘密不小 不过药不了多久 就全是我的了 药阁主 我关你此刻气息虚浮 经脉断裂 实力也只有先天境了吧 而且若是不及时治疗的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我这里有颗丹药 倒是正好能治疗你 要无极健壮大精 这是地品丹药 看来那王修文之前获得的上古遗迹价值 还远在我预料之上 将精狗都不吃的狗尾巴草 如今不仅被男人炼制群仙丹 还让子府进的炼丹宗世建了都大为震惊 这不是一颗普通的地品丹药 是遗失的那座万年前的辉煌世界 想必王修文得到的一定是座上古遗迹 如今我被苏秦打伤实力下降 不能再犹豫了 后天进的毛小子 乖乖束手就擒吧 王瑞丝毫不慌 抬手间 请客一张巨网张开 之前被王瑞抛洒在各处的丹药 此刻已经结成大阵 与此同时丹药也全都爆开 原来药无极身上子府进的丹火 竟然在这一刻也逐渐熄灭 这怎么可能 这里怎么突然会有这么浓的迷雾 阵法 不对 这是丹药 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 这时王瑞毫无顾忌地站在药无极面前 将一颗丹药丢入口中 药阁主 可别让我失望啊 这只是你梦寐以求的那个万年前世界的冰山一脚吧 此时药无极发现不仅自己的旋力被腐蚀 这毒物竟然还有屏蔽无感的作用 它现在完全就是个睁眼下 要不是王瑞现在的境界还有些太低 布置下的木灵射魂阵 只能将高出自己两大境界的子府 竟束缚住并削弱修为 这药无极早就被阵法碾碎了 但即便如此 虽然不能碾碎药无极 但其也只能在里面无能狂弄 王瑞 别做缩头乌龟 你给我滚出来 此刻王瑞就在他正前方凌空漂浮 临阵对敌无非拼的就是修为 功法 阵法 弹药 法宝 但如此这方世界的粗笔也 除了修为虚高自己几分外 其他的哪一样不被自己踩在脚底下 万年以后 你是第一个死在这箭指下的人 你当以此为荣了 此刻药无极已经有些癫狂 王瑞 你在说什么疯话 你区区后天境的修为 连我的防御都破不开 你若愿意现在都退一步 我保证不再对你动手 我走 王瑞抬手指尖剑键芒射出 药无极应声倒下 随后王瑞又在药无极身上翻出储物袋 一名子斧镜炼药师的全部家庭 这回发惨了 不过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害人听闻 后天境击败子斧镜 连跨两大境界这种事 还是少一事比多一事好 幸亏自己闲着无聊时 炼制了这瓶湮灭丹叶 没想到刚好派上了用场 随着湮灭丹叶 滴落在药无极身上 其寝刻间便被溶解消失 处理完后 王瑞觉得还是赶紧溜了溜了 此地不宜久留 可哪知刚要走 周围都开始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抬眼一看 是二叔王修武与您家主命风都赶过来 只能赶紧装出一副气喘叙叙的样子 二叔岳父大人 你们可算来了 差点 差一点我还以为我跑不掉 怎么样啊大侄子 那要无极没把你伤到的 哈哈哈哈 没啥大事 那老头追得不是太紧 被我甩开了 宁风有些被吓到 那要无极虽然武道修为不走 又被苏勤打伤了 但就算那样发挥出先天镜修为还是有 竟然被你一个后天镜给甩开了 王瑞赶紧装傻充愣岔开花 那老头子估计是半截身子都快入土了 跑不动了 话说岳母大人 他和宁灵那边不需要帮忙吗 还有啥忙可帮啊 就你丈母娘们伸手 不把赵元那私事给打出来就算他命吧 等转身返回时 宁风还是感觉不对劲 这周围他似乎感觉不到那样无极的气息 难道说被自己这后天镜的女婿给击杀了 不可能不可能 一个后天镜连跨两大境界击杀自死镜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应该是自己想多了 说不定是要无极已经走了 随后几人刚回到王府 宁风就被苏勤揪住了耳朵 叫你不准喝不准喝 女儿的婚礼差点被你耽误出纰漏 宁灵的目光这时却都被王瑞给吸引了 脸气的鼓成了包子 少爷你吓死小禅了 小禅还以为你回不来了 小禅乖 小禅不哭 少爷这不是好好的 呦 我的宝贝女儿这是吃醋了吗 哪有 才没有 这本来就是家族联姻 我才不可能对那家伙有想法 那你怎么还脸红了 分明就是有想法 这时王瑞走上前恭敬行了艺 见过岳母大人 多谢今夜出手相助 哎呀 我这女婿长得确实很帅呀 难怪这小丫鬟这么喜欢 旁边的小禅瞬间变得满脸痛苦 人家才没有 宁灵也害羞了 洋装生气道 妈我要先回家了 好女婿别见怪呀 她打小就这脾气 被我惯坏了 岳母大人放心 我定然不会委屈了宁灵姑娘 随后等事情结束后 王瑞终于有时间独自一人来炼丹房清点战利品 要无疾这个老匹夫可别让我失望了 随着储物带的清醒 这里面光是高阶零食就有一百倍 当炼丹师还真是负得流油的职业 还有这丹炉和碧根草醉龙草 虽然远比不上自己前世的上清玄火 但比王家的炼丹炉强多了 王瑞想到 既然如今有这么多材料 那就索性奢侈一把 炼一炉大的 随着王瑞的灵力疯狂注入 经历了三个时辰的断烧后 丹炉变得火红 最主要是天空这世竟然引来了丹云 你们快看 是雷姐 好像是王府的方向 正在品查的宁风想到了什么 这方位莫非又和王瑞那小子有关 王瑞此刻也有些忙 前世唯有天品丹药炼成时 才会有单节显现 可此番炼制大概率还达不到天品了 下一话预告 王瑞王鹏命令等人即将进入五月学院 迎来火辣椒导师的亲自接引 人才第一次炼药 就差一点引来雷姐 好在这世丹药炼成了 还没有突破天品 四周才回归平静 王瑞神清气爽地长输了口气 差一点就暴露实力了 这时他开门发现小禅竟然一直守在门口 少爷您没事吧 小禅刚刚看见好大的雷 差一点就劈下来了 没事的小禅 有少爷在不怕 这时王瑞才突然想起 这个世界的人没有根骨是不能修炼的 而且又缺失了很多激发潜能的手段 导致小禅就是那种没天赋不可以修炼的存在 这时王瑞拿出刚刚炼药时剩下的药渣 吃了吧 吃了少爷教你修炼 因为王瑞刚刚炼制的是夺天道鸡丹 可以强行加强人的修炼天赋 虽然只有一点药渣 但也足以让小禅成为修炼器材 至于丹药的药效他肯定承受不住 果然在小禅服用过后 身边立马有不少灵气开始汇聚过来 突然类似于洗经法水的效果 让小禅感觉特别困 没过两秒就直接躺下睡着了 这夺天道鸡丹王瑞前世会炼制 但也没尝试过 没想到一点药渣就能让原本不能修炼的小禅身体 可以主动吸引天地人气 那自己要是把整颗吞下去 该引发何等盛况 就在王瑞还沉浸在幻想中时 这小子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嘛了 练习野外生存技能啊 不过也惊骇虽然刚刚只是自己子府境的随手一击 但王瑞竟然能轻松躲过 可这边王瑞心中就有些慌了 现在这场景怕是自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呀 岳父大人你听我解释 还是二叔王修武这事岔开了话题 我们来时通知你明天五月学院的人就要来了 该准备的你都准备好了吗 这几天不是比试就是练药 剩下的时间就是结婚了 王瑞是一点时间都没有 这还是你和彭儿第一次出演门吧 没事 二叔都给你准备好了 是啊 一眨眼 这南岳城就剩下我们这些孤寡老人了 这时王修武挠了挠头 似乎还有难言之隐 二叔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是你堂弟王鹏 平日里我就对他疏于管教 以至于他现在性格顽劣 这次去了五月学府 还不知道会不会惹不什么纰漏 你做堂哥的闲暇之时 能不能多照看下你这不省心的地理 放心吧二叔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自会好好管束他的 一日南岳城门口 一大早就人山人海被围得水泄不通 这五月学府好大的排场 希望到时候可别让人失望了 这时人群中又有一阵骚动 让一让让一让 赵家家主和赵大厦来了 此时赵元左手缠着绷盖 一脸不悦 宁峰见状语气阴阳怪气地打着招 有这不赵家主吗 今天气色真不错呀 赵浩波这个铁憨憨 根本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 还羡慕地朝着宁峰行了翼 宁叔叔早上好啊 宁峰不由地摇了摇头 这点眼力见都没有 难怪宁陵瞧不上你 真是蠢得没边啊 赵浩波顿敢委屈 父亲我干啥了呀 我啥也没干了 怎么就蠢了 宁峰 你和小辈逞什么口舌之力 有本事等我拨段时间好了 咱单独练一练 宁峰听后抠着耳屎哈哈大笑 我媳妇说了 不让我和手下拜将晚 这时有人惊呼道 你们快看天上 那是不是五月学院的人来了 此时一只大鸟身上驮着个房子 碧红群女子从半空就跃了下来 来的人宁峰认识 五月学院火院的副院长楚妖妖 没想到这个妖女居然亲自来了 王瑞此时也在暗自观察 这个就是五月学院的强者了 从体内旋律来看 确实比药无极 还有赵元这类货色要精纯一大截 却不知宁陵此时在边上吃醋了 看看看 小心眼珠子给你看掉下来 冷姐姐听闻在一旁酸道 呦 我们小林这是吃醋了 宁陵冷哼一声别过脸去 我才没有 哪些是今年新晋级的小崽子 自己站出来了 这时王瑞等一群人纷纷初恋 楚妖妖只扫了一眼后 便头疼的揉了揉脑袋 修为最高的才后天六层 你们南岳城的这一届质量可真够差劲 赵浩波一听 这后天六层真差劲说的不就是自己吗 于是便小声嘀咕道 后天六层还不够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多厉害 突然刷的一下 原本在远处的楚妖妖一个闪烁 就凑到了赵浩波面前 你说这话 好像你很不服气的样子 吓得赵浩波赶紧摆手 没有没有 这时楚妖妖从巨鸟身上拽下一节绳梯 启程 你们几个小崽子别耽误老娘回去喝酒 下一话预报 几人乘坐大鸟前往五岳学府 湖中王瑞对人下药 欧玉文要天才东国宴 以及哥哥东国英 还有一种特别棒的努力 凡是他闻过的丹药 都能将配料表说的相差无几 就在刚刚楚妖妖放下绳梯后 所有去五岳学府的人 都沿着绳梯爬了上去 小禅见到这一幕突然不舍了起来 小禅不在少爷身边的日子里 少爷可要照顾好自己 傻丫头你想什么呢 就分开两三天时间 马上宁家的商队也要出发去五岳城 领队的是宁宁的那位冷姐姐 说不定小禅还是仙道呢 小禅立马投去询问的目光 冷姐姐肯定的点了点头 这时楚妖妖凑到了中间 小情侣搁着眼生离死别呢 再不走我可要亲自动手了 不劳烦您 我这就走 王瑞能感受得到 这楚妖妖肯定是子府境 而且体内玄力雄厚远超兆元 看来在子府境中也是极强的存在 等王瑞来到巨鸟身上时 发现上面极其平坦 不仅有楼阁 还有百十来号人 等王瑞作为最后一人上来后 楚妖妖指挥道 启程 堂哥你快看 这鸟飞得好高啊 这时东越城的金大福走过来 一群南越城的土包子 和你们一起真会骑 为那小胖蹲 你说谁土包子吗 自然是说你啊 现在后天四层的人 都能进五月学府了吗 就是你们这种人 把学府的等级都拉低了 王鹏气得已经冲上去准备动手 小胖蹲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咋了 我说一百遍 这时王瑞赶紧站到中间圆场 他知道王鹏动手肯定吃亏 小胖子你这是吃到什么脏东西了吗 嘴这么丑 手指则是不动声色的 将一撮药粉弹了出去 堂哥你别拦着我 今天我飞揍他一顿 金大福满脸不屑 自己可是后天七层 可突然下一秒肚子咕噜噜直叫 差一点就要拉裤洞 只能亮枪跑走 你们南岳城的两个土包子给我等着 今天算你们走岳 王瑞这时拉住王鹏 我们已经离开南岳城 这五岳郡城可不比任何地方 除了是谁都帮不了你 一定要谨言慎行 记住没有 谁知这时身后却传来一声清澈的声音 请问公子刚才用的是何种药粉 王瑞一愣 自己下药竟然被发现了 只是看见来人长相后才没着急动手 不知道姑娘有何目的 这时和东伯燕有几分相似的男的走了出来 兄弟别误会 在下北岳城东伯英 家妹从小便对恋丹一道颇感兴趣 方才贸然发问 王瑞这才明白 原来是涉事未深 无妨 在下南岳城王瑞 哪知这时东伯燕开口让王瑞傻眼 我要是没闻错的话 你刚刚的药粉里有难选草 火云粉 王瑞这回彻底愣住 这些药可是自己独门秘房 居然闻一闻就被对方说中了七七八八 姑娘当真好本事 王瑞想着这样的人或许可以结交 日后有用 不料哪知这时的墙角处命令正好经过 王瑞你给我等着 刚出来就给我沾花惹草 这时飞着的大鸟旁边 突然传来强烈的灵力波动 原本盘坐的王瑞大惊 这股灵力太强了 不过楚夭夭却没敢意外 像个没事人样的起床了 王瑞低头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他们心心念念的五岳学院导 小崽子们 下方就是五岳郡城 一会都给我下车 王瑞感叹这就是五岳郡城吗 比南岳城不知道大几十倍 但比起万年前的那些巨型城池 不过是一些简陋的小村震霸 此时先前给王瑞他们考核的鞭心活 已经到了城门口 顾院长您一路舟车劳顿 行了 这些小崽子们就交给你了 我这次喝醉估计要睡上一段时间 过几天的入院大考 记得差人来叫醒我 王鹏有些摸不着头脑 本来以为自己来了就是五岳学院学生 怎么还有大考 这是金大福在身后嘲讽的 还真是南岳城的土业 连入院还有大考都不知道 为你这小胖蹲说谁呢 谁是土包子自然说谁 你们这群土包子还扎堆了 不服气打一架呀 白天时候救人你很久了 现在正好有场地教训你 说着王鹏就一拳砸向金大福面门 可哪知这一拳金大福不堵不舍 完全被身前的屏障给抵挡住 反是王鹏的手臂痛得差一点骨骼 哈哈哈哈 你们南岳城的还真是土鞭 连我们金少的防御都破不开 防御法宝都不知道 不过在王瑞眼中看见的 就是一只会移动的小金珠 看什么看 白天的时候明明是你拉裤兜脸 这么丢脸的事被说出来简直太丢面子了 金大福瞬间甩出一件攻击类法宝 你给我永远避阻吧 王瑞见识不妙赶紧护在东国验身前 不过这时间考官边兴火及时出手 燃烧的旋力瞬间将其化解 初言警告道 这里是五月郡城 不是你们冬月城 劝你最好老实点 王瑞掐准时机上前 人生地不熟 多个朋友多条路 何况这监考官在学院似乎还有点实力 学生王瑞多谢监考官出手相助 你就是王瑞吧 我记得你 当初测试时你小子挺深藏不露啊 等过了入院大考 可以直接来我火院修行 随后又震色道 正好你们现在人齐 我就先说下入院大考的时间和规矩 这次入院大考两天后 定在我学院拥有的一处秘境中 你们需要在其中生存十天 最后的得分确定你们被哪个分院录取 不过在秘境之中存在的可不仅仅是凶兽 领保领职 秘境中的厮杀是被允许的 胜利者可以拿走你们在其中获取的一切 而且秘境中的所得皆归你们个人所有 学院不干涉 所以有什么恩怨你们进去解决便是 王瑞这下听懂了 这就是赢家通吃啊 对于自己来讲不就是发财的绝佳良机 不过此时金大福也笑了 哼哼哼 就让你们再多开心两天 到时候进入秘境可就没人护着你们了 随后新生们都被分到了临时住所 王瑞进屋后找了个合适位置 便拿出夺天道鸡丹 还剩下两天时间炼化这丹药应该够了 可结果丹药刚要入口 房门就被人敲响了 堂哥 我已经和赵公子说好了 两天后大逃我们结盟吧 结盟 王瑞没想到大晚上来找自己就这事 对啊哥 这规则里没说不能合作 我们南岳城的到时候可以多聚到一起 以免被其他城的人偷袭了 这时赵浩波也说道 没错王瑞 此时是关咱们南岳城荣耀 以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救 希望彼此都先放下个人恩怨 结果王瑞降门一关 我独来独往惯了 恕不奉陪 喂王瑞 你别不识好歹 那冬月城的金大福可是后天七层 你就等着被他淘汰了 屋内的王瑞呵呵一笑 谁淘汰谁还不知道呢 我还等着拿你赵大公子兜里的法宝呢 结盟了还怎么拿 事不宜迟 是时候该服用丹药了 夺天道鸡丹刚一入口 一股精纯的灵力的便散发出来 王瑞感受到这就是夺天道鸡丹的药力呢 好强和 身体逐渐透明化漂浮可以内饰 最先从灵脉开始被改造 哈哈哈哈 我王瑞逆天改命的时刻 由此刻开始 人吞下一颗丹药后 不仅身体逐渐透明 还漂浮了起来 原来这是一颗夺天道鸡丹 从灵脉开始改造身体 让王瑞可以逆天改命 这次喜经法水出的污垢太多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如今他已达到炼气九层 不仅根基变得无比牢固 单论体内灵气储备量的话 怕是已经达到子府境的药无极水平了 今后自己在施展法术的威力只会更巧 并且控制的也更加得心应手 这些绝对是这个世界的休闲者无法企及的 正在这时房门被一阵风吹开 五月学院的人立刻闻见一股怪味 这什么味道怎么这么丑 我记得那里住的好像是南岳城的新生吧 此时王瑞的感受则跟别人不同 大大吸了口气 哇 好新鲜的空气啊 这时赵浩波也掀开窗子 喂王瑞 你都几天没洗澡了还出来臭血呢 自己丢人就够了 别给我们南岳城连带着一起抹黑形不行 王瑞一闻确实是有点臭 不过丝毫不影响他出去逛街 距离考核还剩下半天 自己要抓紧时间上街捡漏 赵大公子既然你那么厉害 那就麻烦你入门大考试 把我们南岳城的脸给捡回来 这是王瑞发现这五月郡城街上 随便摆摊卖的丹药 品质都要比南岳城的黑市里还要好许多 这位小哥有什么需要的吗 咱们这的丹药可都是经过丹顶格认证的 童索无期哦 一听丹顶格 王瑞露出玩味的笑容 那格主都让自己给命了 没错 就是那个开遍半个通悬大陆的丹顶格 我可是认识里面的一名选品炼丹师哦 王瑞笑呵呵道 丹顶格自己熟悉 我和他们也是老朋友 而且在南岳城时 可是有过命之交 这摊主一听 过命的交情 那不得了啊 正在这时王瑞背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喊救命 只见一老夫抱着东伯燕的腿大 来人管管啊 这小姑娘弄坏我的蝶尾兰 不赔钱别想跑 不是的大家听我说 他那根本就不是蝶尾兰 人群中立马传来议论声 好像是那个姑娘弄坏大妈的灵药想跑路吧 没想到长得这么标志可人 心肠却这么带肚 你这个小姑娘今天要是不陪我试科中品灵石 就别想离开 燕姑娘这么巧啊 你也来逛街 巧是挺巧的王瑞哥哥 不过现在我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 那老夫见王瑞和东伯燕熟神 立马转头道 小子你想英雄救美啊 也不是不行 拿出试科中品灵石我就放他走 王瑞看了眼老夫人的摊位若有所思 刚刚他就察觉到哪里不对劲 突然震惊了 这确实不是什么蝶尾兰 这是明蝶兰 前世自己苦苦追寻数百年都不曾得到 炼制玄明炼神丹的主材料 不过又细细看了下 发现这药性似乎比明蝶兰弱了许多 想来很可能是明蝶兰血脉退化后的品种 对于现在的自己未尝不是件好事 小子 你磨磨唧唧的究竟还能不能出得起零食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少一个子都别想走 王瑞手一招 储物界中立马有十颗中品零食出现在手中 这些算是我为这位姑娘赔的 王瑞哥哥你可不要被骗了 我刚闻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蝶尾兰 只是长得极为相似而已 王瑞没有说话 自己又不是什么冤大头 当然知道这不是那什么狗屁蝶尾兰 这可是比蝶尾兰珍惜不知百倍啊 呵呵小子 算你有眼光 这可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采摘到的 寻常人想买还买不到了 王瑞一眼就看出这个大妈是那种鸟位狮王的主 我说大妈 你这摊位上的蝶尾兰我全都要了 另外我还愿意花高价买你这蝶尾兰的处处情报 如何 老夫一听果然来惊什么 小兄弟这里人多眼杂 跟我来吧 随着老夫人的离开 身后立马有几人得到老夫人的眼神受益跟了上去 结结结结 今儿可又是一单大买卖 小哥 前面就是了 还请快点跟上我的步伐 王瑞哥哥 这个人一看就不像好人 咱们还是尽快离开此处吧 老夫听见这么说顿时就不乐意了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人家公子愿意为你买单你还不适合 别搅了我与公子的大生意 王瑞这时拿出一个钱袋子 十颗高节零食够不够 不够的话我还可以讲 东伯燕看见王瑞不仅没听权 还一下拿出这么多钱 可是据他之前对王瑞的观察 王瑞不像是那种没头脑 莫非是那假蝶尾兰草有什么奇异之处 就在走过一个转角时 那老夫人突然转身 结结结结 你这些零食买那蝶尾兰的情报确实戳出了 都差的小青年走了出来 乖乖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否则就去阎王那报道吧 王瑞扫尸了一拳 两名都是后天七层的修为 都够进五岳学府 看来这五岳郡城还真是卧虎藏龙了 这里可是五岳郡城 你们敢当街乱来 不怕城主府的寻城位吗 城主府 呵呵呵 不怕实话告诉你 我们帮主就是城主大人的好兄弟 今天有我青狼帮在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 王瑞哥哥 今天之事是我连累了你 可我们还有大好的未来 不宜和这群亡命徒以命相搏呀 不过我保证 你今天的损失日后 由我东伯家悉数承担 结果话刚说完 东伯燕就被突如其来的 进风掀了一个亮枪 在抬眼一看身边的王瑞 已经不知何时消失不见了 刚反应过来 一道身影就搜得从他眼前划过 接着又是一个重重摔在气脚下 东伯燕难以置信地捂住自己 小嘴尽量不敢发出声音 怎么可能 一息之间击败了两名后天七层天的高手 那老夫也瞬间尿不湿 被吓尿失一大片 爷 你别过来啊 我可是青狼帮的人 你要是敢对我下手 我们帮主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说吧 这株形似叠伟蓝的灵草 是在哪里摘 城 城外 就是在城外三百里处的独龙骨 王瑞斟酌一番确定 这应该是真话 看你比较诚实 每天行凶作恶也挺累的 姑且帮你解脱吧 随后老夫应声倒地 东伯燕已经吓到腿打哆嗦 王瑞哥哥 你究竟是什么实力啊 燕姑娘 我这边还需要处理一下后事 你且回避一下 这五岳郡城很不太平啊 看来以后这种化尸业得常备了 惊惊嚣张跋扈的街头恶马 如今被男人用两滴化尸业轻松化解 就在这时放心不下的东伯燕又再次返回 王瑞哥哥 他们人呢 没事了 估计是困了 都已经回家睡觉了 随后又逛了一圈没什么收获的王瑞 便回到新生住处 谁知这时竟然遇见了等候多时的小禅 直接扑到王瑞身边 少爷 小禅这些天想死少爷了 小禅乖 少爷也想小禅 王瑞还没发现这时一旁 还站着宁灵与一同来的冷姐姐 这时小禅说道 少爷 这两天小禅跟着冷姐姐一路 可是见识到了不少东西 冷姐姐可厉害了 我们路上遇见了一伙强盗 全是冷姐姐一个人把他们打跑了 这时王瑞道 冷姑娘 看来小禅这一路上没少麻烦你照顾 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结果冷姐姐也不磨叽 既然你开口 我现在还真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王瑞听后神色没什么变化 直到 愿文奇详 明日就是你们五月学院的入门大考了 我很放心不下我们家宁灵 逆境离我进不去 到时候还要麻烦王公主多多贴身管顾 三人一听顿时大惊 各自心怀鬼胎 竟然就是这事 一天后五月郡城到处张灯结彩 挂满红灯笼 诸位新生 给了你们两天半的准备时间 想必现在都月月遇试了吧 此时东月城以金大夫为首 北月城以东伯英东伯燕兄妹二人为首 西月城则是天骄宋寒风 南月城以王瑞凝灵 赵浩波王鹏几人为首 现在看你们一个个精神头斗 希望在大考里也有出色的表现 随后随着边星火手一挥 他背后一道秘境入口漩涡被打开 入口处是一处原始生灵 等王瑞进入秘境之中才发现 这方世界人所谓的秘境 竟然就是万年前洞天伏地的别城 只是不知道这座秘境里 已没隐藏着什么玄妙的东西 正在这时王瑞听见身后有两道熟悉的声音 你就是南月城的宁灵吧 你们南月城的那些废渣根本保护不了你 还是过来跟我们组队 让哥哥们好好保护你 宁灵怒道 滚远一点 脾气真大 不过小爷我就喜欢你这样了 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结果宁灵转身就走 根本不理金大夫 反而来到了旁边的王瑞身边说道 你想要我和你组队也不是不行 前提是你要打赢他 一见到王瑞 金大夫就想起前两天莫名其妙拉裤兜的事 这家伙全是下三滥手段 我可不会再次上当靠近他 咱们走 等金大夫走后 王瑞道 我答应过冷姑娘在秘境中保护你 你不要离我太远 切 谁保护谁还不一定 刚刚我找你就是为了让那胖子死心 你可别多想了 结果王瑞根本没去听 已经转身往前继续走了 结果走了又十多分钟 周围突然起了一阵雾气 诡异的安静无比 只有树梢未知能看见一些若隐若现的红光 宁灵 等等 你先躲在我身后 宁灵一听就不乐意了 思想还停留在王瑞是后天四层时 一会谁躲谁身后还不一定呢 结果话刚说完 那群蝙蝠就朝这边去冲了 突然出现这么多密集的脏东西 让宁灵吓得心里一哆嗦 情不自禁的就扑到王瑞怀里 而此刻王瑞站在原地已经开启了灵力屏障 上面营绕电流 蝙蝠们飞蛾扑火般撞了上去 一部分失去目标后飞走 而剩下的一部分则永远躺在了地上 危险过了 王瑞的屏障也撤了 宁灵你确定还要一直这样搂着我吗 我这样行动其实有点不方便 听到王瑞说这话 宁灵脸一红 谁 谁要跟你这样走路 我只不过是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幕给吓到了 不然谁乐意抱你 结果王瑞又突然大喊 宁灵 小心身后 大地紧跟着震动了起来 宁灵脚下虚浮 又差一点没站稳 转头就看见西月城的天骄宋寒风 再往这边跑 边跑还边喊 快跑啊姑娘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紧接着身后就出现一头后天八层的银龙溪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宁灵顿时有一点不知所措 还好王瑞这时及时一个闪身 倒着宁灵跳了起来 那银龙溪失去目标后 也来不及改变方向 一头撞在了一棵参天谷树上 顿时周围树木倾倒好几棵 喂 放 放开我 好的 王瑞撒手后才察觉不对劲 宁灵 不好意思你没事吧 此时宋寒风还爬在树上 不好意思二位 我也是不小心惹到了这只妖手 看修为起码也是后天八层天 非我等力量可以匹敌的 二位还是尽快逃命的 王瑞看着重新转头 开始蓄力的银龙溪 这家伙的脚和皮可都是好东西 宋寒风在树上大喊 以为站着不动的王瑞二人被吓上 你们快躲开啊 哪知王瑞刚准备施展技能出事 身边的宁灵已经浑身被旋力覆改 迎着银龙溪的脚就是一拳 一瞬间一股气浪向周围散开 弥漫的烟尘散开后 银龙溪已经四脚朝天的躺下 不会动了 我滴妈 这姑娘什么修为 竟然一击就能将后天八层的银龙溪打晕 刚刚被吓到那时本姑娘没反应过来 看见没 这样的妖兽我随随便便就能解决 现在我也救了你一次 咱俩的救命之恩互相抵消了 王瑞听完只能尴尬笑了笑没法见话 这是王瑞转头对着树上的宋寒风问道 敢问兄台 刚刚的银龙溪你是在何处发现的 宋寒风指了指自己来时的方向 刚刚的那里有一片湖泊 聚集了很多妖兽 甚至先天境的妖兽也有不少 我差一点就舌在那 怎么样大高手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宋寓都了都小祖 去就去 宋寒风看见这一幕暗闹 这南岳城的人不简单啊 这次金大福估计要踢到铁板 这时秘境湖泊旁 大大小小的妖兽已经聚集了不少 有些还拥有各自的领地意识 王瑞带着宋寓站在远处观察没有贸然前 就在这时一只小兔子一碰一跳地来到宁宁面前 用毛茸茸的脖子蹭了蹭宁宁的下摆 哇 好可爱的一只小兔兔 没想到秘境中也有这种可爱的小动物 看起来好人出无害啊 结果下一秒小兔子趁着宁宁不防备 突然嘶哈一声 露出了獠牙